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知不知道全港有多少个小数族裔呢? 香港现在有超过七百万个人 全香港有四十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三个小数族裔 根据2011年的统计 为何现在是2017年的7月 我还这么大声说2011年的数据呢? 五年才一次的 对了 其实那个census是十年才一次 但是五年一次在那个by census 那个规模小一点是抽样的 那就是说 下次和小学有关最准确的census 实际上就会是2021年 小数族裔呢 总共就占这个全港的6.4% 即是全港人口你脱发一下 好了 你知不知道 其中呢 例如尼泊尔人 你知不知道尼泊尔人 尼泊尔人 尼泊尔人 知道吗 好了 尼泊尔人就有156,518个 尼泊尔人主要是住在油尖旺和元朗 你知不知道他们这么喜欢住在油尖旺和元朗 便宜一点物价 便宜一点物价 便宜一点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 那那些朋友又怎样做呢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是朋友 是的 好了 其实是这样的 好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都市传说 有很多myth 就不太明白 为什么香港无端端会有少数族裔的 于是那些人 你见了那些 有些 有些 即是那些 认识很少但晚台表那些议员 就说 哎呀 那些少数族裔的 全部都是男人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原来 原来 可能你爺爺未下来以前 他爺爺的爺爺已经在香港了 其实比你更久 有些 就不知道 即是 有些又不知道 原来有很多小组裔 其实都拿了三个 不是 拿了永救君民身份证 大把 是的 大把 即是刚才说有四十五万多 好了 所以就很多不明白 所以今堂都会说得清楚一点 好了 其实呢 为什么尼泊尔人会来香港 知道吗 尼泊尔人 是的 因为其实原来 现在 刚才说的 一万六千五百一十八个尼泊尔人 没有一个和尼泊尔兵是没有关系的 好了 知道为什么 这是什么 尼泊尔兵 原来 原来 在二十世纪初 印度很明显已经被英国占领了 好了 英国人 就想从印度 入侵西藏 如果你是英国人 你都觉得这个策略是很合理的 好了 但是 入侵西藏 中间就要经过一个国家 在喜马拉雅山的 就是尼泊尔 OK 于是呢 谁知道呢 英国人和尼泊尔人 打了三次仗 都输了 为什么会输呢 英国人不能抽 那又不是 那又不是 如果不能抽 没理由 他曾经说 米字旗是日不落的 就是 在世界每一个时区 你都会看到 米字旗 为什么 为什么会输 人多 尼泊尔人人多 好明显不是 少数族裔中 是少数族裔中 是什么人 被你休息 坐山顶月 就是 跑到上去 起马拉雅山 就会吸气 为什么 原来 有内幕 原来 英国人 晚上吃烟 一会被尼泊尔人看到 于是 尼泊尔人就 啪啪 一看到有火灯 就射你 还不用借你 知道 尼泊尔人 吃烟 英国人都看不到 为什么 有什么神秘 你为什么要知道 问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 原来 他们吃烟 不用点火 为什么吃烟 可以不用点火 你想不想 是 是 不是 除了他之外 足够18岁 不足够18岁 不足够18岁 原来 尼泊尔人吃烟 是直接把烟草 塞进口 好像 咬香口胶 那样 咬素 没有了 便会吐出来 是不是真的吃烟 真的吃烟 是不是 不是假的 那 于是 当然碰到火 不用碰火 所以 尼泊尔人吃烟 对我们来说 应该是好似的 因为没有二手烟 三手烟 四手烟 你吃烟 你死你死 你不要害我 对不对 所以 其实 这也是一个很巧的东西 你们要知道 就是说 当你们 有机会 在有尼泊尔 巴基斯坦 伊斯党 做的朋友 在中学 搞书 那时候 如果你上一堂 他常常都很 说 那你们就要 醒悉了 吃什么 我可以在那里 教了 所以 所以说 因为他给你一包 你看 你不懂得看 就知道 那便要醒悉了 因为 待会 竟然 在你 两个眼 或者四个眼 的画面 看到人吃烟 你都不知道 真的被人笑 就是这样 所以 后来 英国佬就说 这样 我们不跟他们打 我们做法 请他们帮我们打 于是 就雇佣 雇佣 他们做雇佣兵 于是 就 来帮手打仗 元朗 和尤尖旺 其实之前 都曾经是 疾瓦兵的军营 所以 他们退役后 军营没有了 于是 就住在附近 因为他们觉得 那里附近 是比较 方便 好了 元朗的军营 很明显 知道是谁 知道吗 元朗军营在哪 元朗军营在石江 有没有听过 石江军营 现在解放军 都在 撮手 尤尖旺的军营呢 不是在西洋 塞南街 尤尖旺的军营在哪 原来 尤尖旺的军营是在九龙公园 即是在九龙公园 未在九龙公园之前 其实是尼河尔人的军营 后来现在的军营 就搬在理工大学居面 那个山子 叫做这个 昌江山 现在也不是军营 就叫做解放军营医院 好了 这样 又考考你了 那印度人怎么会来香港呢 其实每一个种族 现在这四十几万人 为什么会来香港 都有前因效果 不是 求求其其说 他们当然走破了 或者他们贪香港好 自己走来 真的不是这些人 当兵 印度人 他们都是当兵 不是当兵 其实他们是做警察 好了 你想像一下 我考考你了 有没有独历史 香港 岛何时各样 1842年 是的 1842年 好了 第一 那时接收香港的海军总司令 在哪里 噢 不懂 不懂 就告诉你 是叫做Boudinja 就是最后变成 第四任港 多个个个 有什么Boudinja街 石板街铺平 都是为了 他自己铺的 不是后人纪念 是他自己纪念 自己铺 你明白吗 就是 通常有些人 就是人家 先养职 调走纪念队 那Boudinja街铺 就是自己铺的 他说 那条泥路走到脚都骯髒了 一于就铺石板路 是的 那我们平时 走到那个 舊时的 那个码头 那时候 就会方便一点 好了 Boudinja 在1842年 就收回香港 这样 Boudinja和一些朋友 就说 喂 我说白色 他们有黄金 我说英文 他们不知道 什么话 他们都真的不知道 说什么话 上次去 上次去 南京条约那些 就叫做 国语 满洲话 谁知道来到这些 又不是那些话 那怎么办 玩死我吗 于是 他就想想 很烦 怎么办呢 这样 我们一于 就找些 中间人 帮我们管理他们 我们收钱 就可以了 所以他们就去找 东印度公司 聊 东印度公司 就说 你们想找 找什么 找警察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很多人都很聪明的 于是 就说一个地方 印度 一个地方 叫庞姐普省 或者庞姐普邦 找了一些印度人 就来香港做警察了 OK 那么 庞姐普的印度人 就不是信印度教的 他们大部分 都是信石黑教的 所以呢 他们的头就是 包 包着的嘛 绿色 对 圈着 所以呢 那时候 那时候 香港人 香港人 廣东人 看看他们怎么演细 见到警察 他说 ABCD 大头鹿E 捉人不到 那我们会怎样呢 就是吹BB 有没有听过这个 大头鹿E ABCD 大头鹿E 捉人不到 吹BB 就是吹 就吹 好了 后来 那些庞姐普人 即是做警察 做得久 于是 因为经常走来走去 那些香港人觉得 你很多胡桑 很有趣 聊聊一下 于是怎样呢 做什么 警察 这么辛苦 跑来跑去 不如好像我们这样做生意 就好了 所以 最后 那些警察 十个 八个 都去了做生意 哇 英国佬 搞错 我叫你做警察 你又去了做生意 那我们怎么会有警察 那所以 最后呢 你现在有没有看什么会展 那些 一年一次的珠宝展 哪个 哪个 不是我们的 是印度人的 真的 印度人 已经很富贵了 所以 所以后来 他们 找尼泊尔人来香港 当兵 叫他们在冠爷 不要走 有事才找他们 那便不会 做下兵 最后辞职 不干 OK 好了 那 所以 他们就有这个 龐姐抱在印度人 那他们都是 即是 在印度都是销勇善 才是陆军来的 那来到香港 就做了这个 警察 好了 那所以呢 其实 橋堡堡在哪里 不是在印度的龐姐抱 OK 好了 那当然他不是做警察 他阿爺是做这个 程教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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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想问一下你 那巴基斯坦呢 巴基斯坦的人 怎样来的 做什么会来的 知道吗 喂 原来 巴基斯坦 就是印度的 即是原来 巴基斯坦 和印度 就是同一个国家 OK 好了 在一百五几到六几年 英国人决定 撤走 即是被他独立的时候 那 住在 东面 印度的角落头 和西面 印度角落头的人 因为他们不是说印度教的 他们是信 回教的 喂 回教和印度教 真的很麻烦的 你知道有多麻烦 回教呢 就不喜欢吃猪的 很讨厌的猪 是不极的 但是印度教的人 很喜欢吃猪的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回教徒 旁边在印度教徒 你是骂 印度教徒 每人都吃猪 看着你来劏 那你是不是很不高气 好 反过来 印度教徒 其中一个神 是猪 那 梅教徒 你怎么吃猪 吃猪 你反过来 又说他 湯一湯一湯一湯 很麻烦的 真的很麻烦的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后来英国佬 就转流过 因为他们 英国那时候 他们就不停冲突 英国佬就说 好了 算了 有两个地方 不如说 把回教徒 和印度教徒 分开 那会不会好 那你就住在那里 那就不会吵架 好了 好了 有一个英国的地理学家 如果现在回头看历史 就是全世界最坏地理学家 就是去测量的 好了 于是他说 好啊 那我们就在那里 就划一条线 那我们就建铁丝网 那边就是回教的 那边就是印度教的 你觉得好吗 是吗 不是分开了就可以了 有铁丝网 可以吗 但是为什么我形容 他是 就是 当今世上最差的 就是策量地理学家 如果不是有小朋友 在那里 他也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他就这样 在地图上 就划了一条线 OK 好了 好了 那个人睡醒 咦? 我的井呢 在铁丝网里面的 喂 我的亲戚呢 在对面 很快田 在那一边 你明白吗 他在地图上划就容易 对吧 实际情况很复杂 于是为了一条线 死了一百万个人 打仗 那后来呢 血战完之后呢 一百万之后呢 于是呢 就变成了一个国家 叫做印度 一个呢 就叫做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那时候 东边和西边 后来巴基斯坦说 哇 大佬 来东边和西边 好远的啊 我们都是搞不定 于是东巴基斯坦 就再独立了 就有万戒乃 西巴基斯坦 就够了巴基斯坦 那于是呢 其中一个省 叫做庞杰布省 刚才说过 就是被人横空 剃开了一半 所以呢 突然之间 喂 印度人 你不要再叫他做印度人 他已经不是印度人了 他已经变成巴基斯坦人了 可以吗 他本来是印度人 那个英国佬剃开了一半 独立了之后 就被了巴基斯坦 所以呢 他就是被了巴基斯坦人了 就是这样